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放10克食用油揉捏在一起 放在案板上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好以后放一边 松弛10分钟 10分钟以后测成长条切成香腩的面剂 把每个小面剂揉圆 盘中刷满食用油 放入面剂 表皮上刷上食用油 裹上保鲜膜 饧发半小时 碗中放一勺芝麻酱 白糖13香 加一点清水 搅匀待用 洗好的面剂取出来 用擀面杖擀成投圆形 放我芝麻酱摊平折 然后折叠起来 最后给它卷起来 收口中按在底下 接着用擀面杖擀成面皮 电饼锅预热 刷好食用油 电饼锅预热 刷好食用油 时间到翻一面再捞一分钟 凉面烙至净化后 关火出锅即可食用 美味的牛奶芝麻酱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焦香甜软 容易消化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小做菜让家人开心过我们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